记者今天从环保部召开的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座谈会上了解到 我国已有16个省开展生态省建设 建成4596个生态优美乡镇 截至目前国家累计投入农村环保专项资金315亿元 生态文明已成为推动广大农村生态复民的动力 这首传统奢族采茶歌中提到的泰姆山的茶园 是奢族人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地方 作为奢家茶的创始人中金水 这两年做茶的规模虽然不大 却受到了客户的热捧 去年我在老中家也拿了500斤的茶 野荒茶 没想到顾客反馈非常好 特别喜欢 它上面因为有那重演 所以特别的就不用我们去很详细的介绍 它就知道这就非常的原生态 就像人喜欢好山好水一样 虫子也喜欢没有农药的地方 那么在生态茶园里虫子就会特别的多 茶农老中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哇 这个群字虫 对 很厉害 像这样的 这个山上只能够做靠人工来 人工来看哪里就把哪里采下来 然后采掉 消掉 厉害就是整个页面全部吃光的 而且吃那个声音都会听得到 茶树砍了不少 产量下降了 收入却不降反升 生态茶如今变成了老中的金子招牌 茶云收入从过去的每亩2000元左右 变成现在的6000多元 2015年 福顶市投入补助资金1500万元 引导茶农在生态茶园改造和清洁化加工等方面进行投入 目前 福顶农民人均茶叶收入已经占到总收入的一半以上 生态文明建设 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那么它需要滴水穿石的精神 那么通过我们政府的支持跟补助 农民志愿去建设我们一个生态的产业 四川省洪雅县光明新村 在2014年被列为省级生态文明村 通过实施农村环境连片整治 大大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 促进农民增收 实现了农居变旅居 农家变客栈 现在村里每天的接待能力达到1000多人次 游客也比较多 一年的收入还是10万左右 比一切打工很好多了 一切打工整个几千万钱 一年到头又辛苦 同样在四川峨眉山的七里平村 良好的生态环境 也带活了当地的生态旅游业 这里建成了国家首个 抗衰老健康管理示范区 当地农民的人均年收入 从过去的2000多元 达到现在的15000元 它通过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它会提供更多的生态产品 将绿水青山就转化成 它的金山老板县的实际收益 老百姓的幸福指数都提高了 工业大省辽宁拥有140万公顷的湿地 其中滨海湿地占到了半数以上 辽宁在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过程中 让湿地保护与经济开发和谐共存 春末夏初 鸭绿江口湿地万鸟飞临 每天都吸引了许多鸟类爱好者前来观赏平日 难得一见的壮观景象 位于辽宁丹东的鸭绿江口湿地 是候鸟迁写的重要中转驿站 这里的生态环境直接关系到数十万只候鸟的生存 时间倒退到几年前 遍布海岸的养殖虾堂 差点让鸟找不到歇脚的地方 在滩土上潮水上涨之后 水鸟需要飞行较远的一段距离 才能找到适合它停息的生境 这就对候鸟体力的保持生存的繁衍 产生一定的影响 为了让鸭绿江口重新成为候鸟的天堂 当地启动退养环施工程 在政府筹资收购清退养殖虾堂的同时 疏通湿地内部水系的淤塞 注入河水 恢复湿地的水纹调节功能 湿地生态修复是个庞大的工程 离不开企业的配合和百姓的积极参与 紧邻鸭绿江口湿地的丹东港 主动承担起了43平方公里湿地核心区的水纹调控 鸟类食物补给等一系列生态修复工作 这工作总地投资是1.5亿 现在已经完成一个多亿了 截至目前 鸭绿江口湿地原有的1万多亩虾堂 都已经恢复为湿地 同时彻底取消了6000多亩的贪图人工养殖场 每年还主动放流一定数量的贝类 罗类等生物 为候鸟提供充足的食物 现在生态修复区的鸟类 已经从5年前的79种增加到了157种 不仅仅是鸭绿江口湿地 辽宁抢救性地化建了86个不同类型的湿地保护区 初步建成了以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 湿地公园 重要湿地为主体 其他保护形式为补充的湿地保护体系 以上传续地保护区 当公园系统区的渠地保护区 订阅可以移存的 缓决并化